好了 骂人小心也会吃上官司 在台大中文研究所这位理性的女研究生 她去年的时候在PTT网站项头浏览了婚姻版 当时看到这位姜姓女子她发表了一篇 离婚后再婚的观感 文章是贴文以珍视张三娘子等这样的字眼来辱骂对方哀告 而台北地院查出张三娘子是清朝小说 最春风当中被着丈夫偷心的女人 依公然侮辱罪判离女罚金新台币八千元 一头黑长发戴着眼睛就读台大研究所 李小姐平时在家就喜欢像这样上网到台大PTT版乱逛 留言发表感想 没想到却因此惹获上身 其实是有其他版友在回应一下文章 那跟他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后来是有一个网友他就说 他说他想到一句俗语 然后接着就有人猜是不是什么 所以我才跟着猜的 因为江小姐在网路上发表关于婚姻的文章 李小姐看到后在网路上留言说江小姐是张三娘子 还说喜滋滋想再婚一点做妈的自觉都没有 就是这几句话让江小姐气得告上法院 张三娘子典故出自清朝小说里的最春风 一直被夫偷心的妇人 因此法官已公然侮辱罪判罚李小姐八千元 我本来就不太知道什么时候该道歉 而且因为进入司法程序 那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出来说话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表态 那法官就说那你可以先去道歉 所以我就去道歉 从头到尾他都不承认他有错 他只有在快要一审判决前 法官要求他才算内心跟我道歉 而且他避重就轻他也不承认他自己做错什么 虽然最后李小姐有上网po文 对于自己不当言语做出道歉 强调没有针对任何人 不过在公开场合出现不当言词就是不对 网友上网发言之前还是得先三思 专闯李文斌杨荣泰报道